好,先這邊站一排好嗎? OK 好,我們要發言的老師,請站到這邊 謝謝 先給...走 好,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喔 今天是我們這個藻礁公喉的試試大會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副警長蔡忠岳 那今天男者藻礁的記者會不是由潘老師主持 因為潘老師待會要帶領我們帶頭做這個試試的行動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行政院的門口前 也準備了這個小舞台 待會我們會有一場這個關於藻礁的這個劇場式的演出 那因為他們還在準備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氣候比較這個... 呃...客難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進行我們記者會的活動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上個上週 我們藻礁的公投的連署 經過中選會15天的查對之後 可以正式的開啟這個連署 那我們要在接下來 我們預計 因為我們希望在今年的8月28號的公投當中 要有走戶藻礁的這個公投 所以我們預計要在3月中之前 把我們的這個33萬的連署書 可以順利的收集到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做這個四次大會呢 也是要告訴全體的國人 我們關心藻礁這個行動 大家可以更具體的來做 很多人說我要去桃園一趟好像好遠喔 不方便 沒關係 只要加入我們的連署一起守護藻礁 將來這個藻礁所侵襲的地方 我們世人喔 我們國人都可以一直在這地方享受 這個有關於整體完整而豐沛的自然生態 那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很多貴賓喔 一起來幫我們試吃這個大會來加持喔 那最開始呢 我要先邀請這個知名的作家 張曉峰老師喔 也擔任過我們這個立法委員 我們請曉峰老師先幫大家說一些話 潘老師你口袋麥克風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其實在這樣寒冷的天 我們不希望有這麼一個聚集 假如一切都進行的照規矩來 照伯來 那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這個 很悲傷的這個抗議的行動 在台灣呢 政客都有一個通關密語就是 愛台灣啦 愛台灣啦 我真愛台灣啦 你愛台灣的什麼 你愛台灣的什麼 當然是台灣錢啦 台灣的錢他愛 台灣錢不是你在愛咧 美國也愛 日本也愛 日本也想要我們的錢 美國人也想要我們的錢 他們也愛台灣 愛台灣的錢不叫做愛台灣 所有的政客其實都不見得是好的 那些說要服務於民的 後來為他自己的孫子的漫畫書 用我們的納稅錢去買 我不要說是誰啦 但是真正的長遠的利益 卻沒有人去照顧 藻礁是我們台灣很寶貴的自然生態 從長遠的利益來說 它不是說多麼美麗多麼好看而已 它是一個我們生態裡頭重要的一環 有了它我們就會有比較好的海洋生態 我們的漁民才能生存 我們跟大自然之間其實是要和諧共存的 而不是去屠殺他們的 如果我們用現代科技的手去屠殺這些東西 我們會遭遇到那個惡果的 上帝不會原諒這樣的事情 台灣說起來呢 也許是蔣經國的錯吧 他把台灣弄到這麼富有 讓人變成這麼富有 我們富有以後 我們就用我們富有的那隻手去殘害大自然 現在的政客沒有本事把台灣變得富有 只有本事去摧毀台灣既有的成就和生態 這是讓我們非常痛心的 而且是欺騙 用欺騙的手法 說什麼就不做什麼 那以前說什麼 現在怎麼說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我昨天說的 我不在乎 我今天要這樣做 你們拿我怎麼樣 大家心裡都盤算一下 要拿他們怎麼樣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小楓老師的發言 我想 過去這個段時間 其實小楓老師從過去為了這個 202兵工廠相關的事件 做了很多一起七地守護的工作 那今天又再一次的站出來 為了找交這件事情而呼籲大家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們一起把這個連署做起來 這樣子 那另外我還是先想先請這個 我們東海大學的林慧珍老師 也是我們做生態研究相關的專家 那東海大學林慧珍老師 也是長期跟我們在這個守護找交路上一起努力的 我們是不是也 慧珍老師也幫我們說明一下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的老師林慧珍 我要講的事情是 這是一個國池等級的公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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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所以我要講三遍 我們都進到21世紀了 我們也自己成為一個進步的國家 既然明明是一個西市珍寶 卻要用到這一招公投這一招 才能夠希望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我作為一個以前也是一天到晚 血配合為最重要的事情的研究者 我也覺得我非常對不起台灣 我也對不起藻礁 在四年前才有機會認識他 這樣子的一個生態的珍貴 已經有各種各樣的報導 事實上我們也獲得在海洋保育界 全球最知名的團體 也就是藍色任務所認證的全球 在我們東亞第一個希望熱點 東亞有哪些國家呢 也都是我們一路在所謂的追趕或是競爭的國家啊 韓國、日本、台灣不是嗎 我們是第一個東亞的希望熱點 就在我們大潭掃礁 但是我們現在居然走到現在 要用公投的方式 希望、可求政府把它保留下來 我覺得我們作為研究者 實在是說不過去 然後我們的已經經過全國國際認證的 這個希望熱點 居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相關的保育單位也都不作為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像現在這種天氣大家站在這裡 然後要開記者會 包括昨天的這個立法院的這個 就做公聽會 那裡面的內容也實在是讓人聽不下去 我們怎麼會是一個進步的國家呢 光是這一點就不叫進步國家啊 不只是桃園、藻礁、石虎 如果不是五月天出來喊一喊 石虎現在會有知名度嗎 我們的保育出了什麼問題啊 那個開花片地的光電板也是一樣 包括資本 包括倫偉東彰化 包括我們的將軍 包括我們的這個 嘉義的原田、附帶原田 我們還有保育機關嗎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況 所以 只要是對環境稍微有一點關心的人 我們大家想一想 怎麼會發生 我們在公投史上要有一個案子 是要來看 我們要把環境保護下來的案子 我再一次說 這是一個國旨省級的公投提案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林慧珍老師 過去從來沒有針對這個保育這件事情有過公投 這是第一次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一起來 那因為氣候的關係呢 我們要先請王鳳林老師帶領他的夥伴們 一起來幫我們做這個行動劇的演出 我們是不是時間交給王老師 現在請大家沒有開 怎麼開啊 開了開了開了 要不要用我們的那些房子 現在請大家 嗯 行動 那個 藻礁保護行動現場聯盟的藝術家們 現在請出場開始表演 這沒問題吧 好 我看 我看 阿妹, 来见人, 马来, 都马不离啊 汤水哪, 心又心, 人的一个水果, 无来有意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藻礁上面的生物 佛生生的生命 各种不同的生命 在藻礁上面 在藻礁的附近的海洋上面 在做蠕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海洋 充满了生机 粉红色代表生命的发源 代表我们的海礁充满了生机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生物的模型 都是在藻礁 发现到的 由当地社区的 居民 跟孩子们 一起弄出来 设计出来 制作出来的 这些生物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海礁 我们从图片感受不到 可是我们在 附近的社区 我们住的居民 民众 完全可以感受到 这个藻礁是充满了生命力的 我们也听到 现在所唱的歌 是客家歌曲 也是充满了 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希望 了 还有一种 一种結尽 混浄 有一种 很幸的 结果 你在海岸旁邊的海礁所成長的生命 這些生物都是每一個生物都是充滿了生機 都是非常在海洋的研究上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樣本 可以讓我們發現到台灣的海礁 藻礁真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豐富的生命 剛剛大家看到的這樣的一個用行動自己的知己的行動來表達的意義 我們整個藻礁充滿了這樣的一個生機 充滿了生命 是不容許被人為的人工的 為了發展 為了自己的貪婪 而把這些藻礁破壞掉 我們現在的演出是表示我們以行動來面對海洋 我們像在藻礁中這些游動的生物 我們勇於接受海浪的衝擊 如同在大海中進行的生命的一種成長的儀式 我們展開我們的行動 我們走出的劇場 我們面對一片海洋 我們聽到海浪撞擊藻礁的聲音 每一個聲音都掀起了變幻莫測的浪花 藻礁的生命力 就是這樣撞擊而生成出來的 請大家可以詮釋一下 我們的藻礁是多麼多麼多麼的寶貴 儘管一經 去年 咦, 您抱歸多咖 ai 八咧, 咦, 咦 我好快 现在我们的绿色的藻礁 充满生命力 红红色代表的生命力的藻礁 像面对黑色的恐怖 黑色污染的恐怖 代表了人类为了发展 而对大自然的破坏 而对生命的残杀 我们不只是人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每一个生物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都是来自于藏天的创造的 我们怎么能心为了人类的失心 而把这些充满了生机的藻礁破坏掉呢 各位 这是多么令人精心动阔的锻炼 积累出藻礁的历史 召唤着世世代代海洋的子民 从藻礁的生命力 感受到这座坚强的岛鱼 孕育着我们血肉的形成 我们现在以实际的行动 跟我们的梦想分断 我们用具体的行为来代替美丽的语言 让我们从藻礁出发 开始锻炼 我们接受撞击的行动力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肢体语言 通过艺术的象征来所对 要对藻礁的破坏 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大家支持联署 请大家支持我们一起来保护藻礁 谢谢 好 我们谢谢王某林老师 还有这个剧场的伙伴们 这些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伙伴们 做这个行动剧的演出 我想今天有王老师 还有刚刚我们晓风老师的发言 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就是我们台湾在关注我们的生态环境 不同领域的朋友 用他们的行动 一起在这个地方守护我们的藻礁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先也喊一下我们今天的口号 我们讲真爱藻礁 连署达标 大家可以有手的可以拿出手来 真爱藻礁 连署达标 连署达标 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 连署达标 连署达标 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 连署达标 连署达标 好 我们这个可以到中间来一点点 没关系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这个拿起来 再跟大家喊一次口号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间有这个 那我们今天这个连署行动 待会我们在新闻稿上面有公布我们连署的相关的点 和位置 那这个是希望可以喊 好 我们再喊一下口号 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 连署达标 连署达标 珍爱藻礁 连署达标 连署达标 珍爱藻礁 连署达标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自然环境 不要最后是被捆绑在一定的空间内 我们不希望我们藻礁只是在小朋友的课本上 在影片中看到 而没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的大坛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我们最真切的期派 我们没有办法把藻礁带到行政院门口来 但是我们要用行动 用艺术 让这些政府官员们的知道 我们关注这片生态 这片土地 因为这是生养我们 育养我们最重要的基石 非常谢谢这些伙伴们的演出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还是继续 继续我们刚刚本来 刚刚这个林慧珍老师说明完之后呢 我想我们刚有这个生态的朋友 跟这个艺术界的朋友都做得非常清楚的演出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泰雅寅律师 也是有非常多这个藻礁相关的行政诉讼案件 都在雅寅律师身上 我们请雅寅律师来帮大家说明一下 现在这些案子的法律状况如何 没关系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认为藻礁保育跟非和家园 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 过去我们一直面临到政府说 我们牺牲藻礁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推非和家园 所以你要牺牲 那有我们会担心说 我们环环一直希望台湾有一天能够直线飞和 看到古早看到车座比合家 看到古早核山的这些状况 我们其实很期待台湾能够直线飞和 但是我们又很希望能够保护藻礁 所以我们想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认为这两个应该是不冲突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不应该要求老百姓说 你想要去保护一个珍贵的环境 你就必须要去忍受核电的 关于发生事故的 台湾的危险或是核被道处理的困难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两个政策上 这两个保护跟非和 我们认为是不冲突的 那首先从时程上来看 中游三街他们自己说的完工直线 是2025年的12月底才会完成了 成功完工 可是现在其实核一厂已经进入厨艺阶段 核二三厂他的40年运转直线 是在2025年的5月前陆续到期 也就是台湾运转中的最后一座核电厂 是在中游三街完工前来半年多之前就到期了 而且直线到期不能运转 转式上就是法律的规定 并不是说任何的政治人物可以去违反法律 说我想要让他运转就运转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既有的核电厂必须如期除异 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不管今天三街要不要盖 都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而且核二厂一号基因核废料处理的困难的问题 预计明年3月就会降载 5月就会停机 从时程上看来 其实这些老旧核电厂除异的状况 都是有些替代其他的替代方案 甚至大陆有注意一些相关的资讯 核二厂的一号机跟二号机 目前都是在停机的状况 二号机是在大修的情形 然后一号机是因为他设备故障 然后现在停机 即使核二厂根本就没有运转 台湾北部是完全非核的状况下 我们事实上电力也是足够的 那再也有人会担心 那核四呢 明年尤其是明年有核四公投 之前有人也会担心说明年确定有核四公投 在这个时候提出藻礁的公投 会不会让飞河 让核电的势力反扑 让大家盼了好几十年 希望台湾有一天可以好好的飞河 不要再忍受核四的危险 尤其是核四厂可能是我们台湾 最危险的核电厂 他过去施工的状况不断 耗水跳电 耗水拿火刀 各种状况不断的发生 让大家对他的安全性非常的没有信心 有人就会担心有核四公投 你们还可以找掉公投 是不是会有冲突呢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 从政府的能源规划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现在的能源规划 在所有的那些老旧电厂都处一 然后核四也没有在运转的状况下 他们所规政府自己规划 所公布的能源的状况 事实上在2025年的备用容量率是17.1% 那事实上政府的法定的 备用容量的目标是15% 也就是我们还勾出2%多的一个电力 那我们认为即使三街签子 重新找一个不会破坏生态的场子 多花一点时间晚一点 找其他的地方再来上线 少也许会证实性的少了一点天然气 可是我们还有2%多的余域 你稍微少一点点 把这几千年的生态保护下来 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明年有核四公投 就不敢提出三街 找到保育的一个公投 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 这是不需要去做交换跟牺牲的 更何况核四的工程的期限跟三街 也是没有办法衔接的 核四事实上它已经工程了5年多了 一个工程非常久的电厂 它要再重新新动 它要重新新建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台电过去就更新 核四的团队已经解散 要全部找回来是很困难的 然后 而且它当初就有很多零件 已经停产的一个问题 大家不要忘记 核四厂根本就没有再好 它的二号机很多零件 现在都拆去给一号机用 因为一号机买不到新的零件 所以在这种零件停产的状况 台电说要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找回厂商的问题 解决零件停产的问题 解决零件停产的问题 需要N年 什么叫N年 就是连台电都不知道 要花多少年才有办法解决 即使能够解决 这么困难 无法计算时间的问题 它还需要六到七年的时间 去解决辅导核灾后 全世界最河岸的要求都要改善 台电还有核四厂 就算要续建 还有很多样的改善工程要进行 台电自己预布这些相关的事件 还需要花六到七年 而三街 事实上 若就算终柔顺顺的干 它二零二五年十二月才能启用 那这核四则是遥遥无奇 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担心明年有核四公投 就不敢好好的充斥 自生爱导礁的一个公投 那同时我们要提醒政府 政府目前所有的公开的能源规划 几乎都只讲到二零二五 二零二五就未来五年 好像都没有再去想更远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温室气体 我们的法律实际上就有要求 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减量 必须达到二零二五的时候 温室气体要减半 而这个法律的目标 你不能说空有一个目标 没有告诉老百姓 这个目标要如何达成 事实上工研院曾经分析 如果要达成温室气体减量的一个目标 事实上 因为天然气它也是属于化石能源 它也是会看牌的 所以工研院自己估计 在二零五年年的时候 天然气的发现量会达到高峰 之后要逐年的下降 因为如果要真正的达到减碳 台湾的未来应该是节能跟再生能源 而不是再去继续使用大量的石化能源 所以我们牺牲了这么珍贵的藻礁 将来三阶可能因为天然气要逐渐的下降 然后呢又会被能限制率提高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从能源转型的状况 事实上这里就是一个不适合的场子 那我们要讲 就算你真的想要提高天然气的存量 三阶大潭就是一个不好的环 不适合天然气接收站的环境 它的海附地非常的狭小 海向很恶劣 大家都知道 终得在施工的过程中 至少两度发生搁浅的世界 中间还一度大面积的刮除珍贵的藻礁 而且还在去年的6月7月跟8月 每个月都跑去台北港躲风浪 这么一个不适合的环境 真的应该要找点签子 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连署 谢谢 好 谢谢蔡律师 清楚说明能运转型跟这个核四 还有这个找交接的关系 我们请所有拿着牌子的人 通通往前走三步好不好 拿着关东旗 最后一排不要动 这个往前走三步 我们旁边的朋友可以踏到中间来 我们不用站成两排了 我们可以站到这中间来 让我们看起来身世更壮阔 工商其实留在那个位置 这样才看得到 然后让人站到中间来没有关系 关东旗不要动 这样看起来我们今天明明就很多人 让我们这个气势更壮观一点点 大家可以站到中间这边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这个 永安于港的陶海人协会理事长杨门圈 杨理事长 在吗 杨县长 在我们的派理事长 在我们的派理事长 以及在这的老师们 我们这个爱护岛家的所有团体人 以及我们的人体大家辛苦了 我在这里就是来 我是世代居住在永安于港的在地陶海人 因为我在地 渔民来说 桃园这片岛礁 是多么的重要 怎么说 我们在地渔民非常了解 枣礁里的一些 有非常多 非常丰富的资源 非常多的鱼儿围生物 证实的所有的小鱼鸟 都要靠这枣礁来围生 来成长 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去了解 鱼是怎么成长 小鱼不是靠吃水长大的 还要靠天然藻礁里来生存 成长 希望国人要认知鱼的生活过程 依我渔民来说 了解到 从台中以北到淡水 有非常多的天然藻礁 怎么讲呢 就从每年的小鱼 就能了解到 小鱼的 从这片天然藻礁成长 所以呢 我渔民更不喜欢 任何破坏天然的藻礁 任何的单位 来大大的破坏 这一点 我渔民可说是非常了解 天然藻礁 是多么的重要 希望全台湾人 国人一定要来 重视天然藻礁的由来 国人一定要来 爱护与保护 人民的生活提要 还要保障我们 世代子孙移民的权益 这次 藻礁 被逼到 伴侣全国公头 看到很多 人为 藻礁 都请命 让人感动 我们 也会 发动 所有认识的 乡亲朋友 连署 让公头 成案 把这个 威胁我们的 生存不当的 开发案 来 赶出 并希望 渔业 及有关单位 能来认知这片 海域 每年的疑惑量 还有 好几个 区渔会的 渔船 渔民 都在这片海域 作业 每年 达非常高的 疑惑量 希望政府 及有关单位 要 都能来重视 更不要来 破坏 这片 天然的藻礁 我是 在四代 移民子弟 从阿公 到现在 已经第四代了 我对这片海洋生态 可说是非常的了解 有关海洋生态 天然的藻礁 刚才说过 融台中一边 我说是带来 非常大的 漁业資源 漁类的 从小成长 都必须要靠 藻礁 藻礁是 漁类的家 漁 可以在藻礁 寒暖 长大 所以我在这里 要向国人报告 希望国人 能认识 藻礁 的存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这个我们在地 这个 永安渔港 这个 杨理事长的发言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藻礁的行动 会有更多 在各地 片地开花 尤其是我们 荒野保护协会 花了很大的力气 今天还有很多荒野伙伴 一起来到现场 我们是不是请理事长 刘若梅老师 岳梅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 我们在藻礁的工头上面 还会有什么样 更具体的行动呢 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藻礁的生物多样性 非常高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藻礁里面 也住着非常多的生物 那这些生物呢 在藻礁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育婴房 也是他们的餐桌 也是他们的交易厅跟游戏厅 那这么多的生物 住在一起 其实是世世代代 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 这样子的产物 那在这一个产物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 交给我们的后代呢 还是在我们这一代 就要把它全部都弄坏掉了 那这一次的藻礁工头呢 是大家可以为每一个藻礁的生物 发生的机会 因为他们现在被迫要在这里 被我们所谓的工程或其他 把他的家 把他的育婴房 把他的餐厅都弄坏掉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连署的方式来表达 来替我们的藻礁的 所有生物发生呢 那一张连署书 就是一份守护的力量 那这一份守护的力量 我们希望在2月28号 以前可以收到35万份 让台湾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知道藻礁的重要 那为了要让这样子的藻礁 可以世世代代留下来 所以呢我们也担心 大家对于藻礁生态系 可能有一些人未必非常熟悉 或是对工头的连署 有一点不太熟悉 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巡回团在全台湾每一个地方 然后有人助手 就是依照时程会在那个地方 跟大家解说 所谓的藻礁生态 以及连署 那如果大家对于藻礁生态 或是对于我们这样子的行动 想要给予支持 或是也想要连署的时候 请根据我们这个上面的时间呢 然后就到我们那个地方去 让你更认识藻礁 那如果对于藻礁跟头 你想你已经很非常清楚了 就直接上网站QR Code QR Code弄下来了之后 直接连署 然后寄到我们的 锁定的位置就可以了 2月28号以前要收到35万份 事实上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是全台湾 可以为藻礁发生的时间 那这一个时间呢 只要你一个连署书 就是一份守护的力量 那藻礁的守护 要让世世代代能够 都有这个藻礁这么珍贵的资源 需要你认识它 也需要你加入这个守护的力量 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 这一个共同参与 也希望未来我们在全台湾 有一些各县市有巡回的 这一个解说跟公投的联署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来支持 谢谢大家 好谢谢岳本老师 我们旁边有这个荒野保护协会 会做这个环境友善的群回团 会在荒野的各地的分会 十一个分会嘛 对都会有各地的这个说明 希望让全台湾的群众 和朋友一起来关心找教 那这我们请这个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的 理事长何中勋 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环保团体 都是政党的座上兵 那么一到选后 不管谁执政 就变成要被迫上街头 那么早就公投呢 跟蔡总统有四年的见面 到目前为止 眼罪微薄的内听政 都办不成 到最后要上街头 来做公投 那第一阶段的公投呢 获得一万多票的支持 有高达三层是来自桃园乡亲 那么守护扫礁呢 就是为桃园人守护非常珍贵的资产 同时也为台湾人跟全世界 所以在这次公投当中 除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环境运动的启蒙之外 最重要的也是要透过公投来抢救扫礁 同时呢 它是一个桃园很重要的环境运动的里程碑 那么桃园的污染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抢救扫礁呢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公投里面 在三十万分的联署里面 我们桃园能够力拼五成以上 当我们能够力拼五成以上 桃园的很多虚伪的政客 选前关心环保 选后利用环保赚大钱的人 他们才能够被选民唾弃啊 然后呢 再下次失去连任的机会 这是失去永远的执政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很重要的 除了全国来挺桃园之外 桃园人呢 也要自己来挺自己的藻礁 力拼过五成 好 谢谢何东西理事长 为我们设定的目标 今天记得会的最后 我们要请 这个守护藻礁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这次藻礁公投领行人 潘中正潘老师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谢谢藻礁 在今天这样的戚风苦雨的日子呢 让我们在行政院的门口 彼此相遇 彼此鼓励 并且充满着斗志 我们要把目标 冲向三十五万份的联署书 谢谢你们 非常感慨 桃园藻礁 这个前海建生 就是现在还继续在成长的藻礁 和它的生态系 是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 那大潭藻礁又是其中精华中的精华 论理论法 再落后的国家 都要把它化为保护区了 没想到我们今天 还要用抢救的方式 还要用公投 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转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一项标 2019年 国家文艺奖 戏剧烈得主的 王莫林老师的团队 他们是不请自来 我不认识他们 我到前天才知道 他是这一个头衔的 一个团队 他们表演完 又默默的走了 都没有等我们这个会议结束呢 来跟他说一声谢谢 他又默默的离开了 我觉得藻礁就是这样的精神 自古以来 他就是在默默的为我们台湾人奉献牺牲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政治人物 是怎么对待他的 选前他们来说藻礁永存 选前他们大声的呼喊 保育藻礁永不妥协 现在他们用开发案 要让我们这个藻礁永结不复 让藻礁永结不复 就是要剥夺我们下一代子孙 这个珍贵的自然资产 所以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 还有包括荒野保护协会 25年来他们长期守护台湾的环境 这一次他们要尽全力来抢救藻礁 他们要走上街头 他们要走到家家户户去看他们游说 当然我要感谢所有 关心藻礁关心环境的朋友们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一起站出来 为藻礁召唤 为它着迷 然后为我们的下一代 争取到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 让他们未来可以过得更快乐 更有福气 而不是像我们这一代 要不断的去糟蹋环境 最后呢让下一代来承担 所以我很高兴 找交给我们这样的机缘 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相聚在一起 最后 我们用公民的力量 来三转这个不当的政策 它既有替代方案 甚至呢可以更快的达成 它明明还有其他 许许多多的捷电各种方法 来改变 来为下一代留下这个珍贵的资源 但是政客们到现在沉默不语 开发单位继续的蛮横 所以全国的人民 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 翻转这个不当的政策 我们希望发挥一传十十传百 然后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最后 就算公投因为大选脱钩 我们可能真的也没有办法过关 可是我相信 政治成城 我们的精神会逐渐的感动 全体台湾人民 在一次又一次的公民运动里面 我们的公民意识成长 最后政客真面目 会一一显露 然后人民获得最后的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在今天这样的空风 季风口雨的日子 我们继续有温暖 我们继续充满着活力 我们继续努力 奋斗下去为藻礁 为我们的下一代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的心 我们从全民来做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 公投的联署行动 我们会有各地的巡演团 我们更呼吁民众 像今天王莫林老师一样 自发性的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我们在今天新闻稿上面都有QR Code 包含连署的资料跟连署给的资讯 麻烦媒体朋友帮我们做这些宣传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告一个段落 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很多团体一起来现场 包含了绿党 包含了这个 这个桃源的这个桃海协会 包含了青子共学 包含了荒野保护协会 环境法律人协会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台湾血资源保护玉联盟 等等的组织 我们过去在藻礁公投的 这个一阶段的时候 有非常多组织一起站出来 那今天因为气候的关系 但是他们仍然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接下来公布的联署点 会有台湾非常多 保育社区 还有关心自然环境的团体 跟地方 都会做我们藻礁联署的这个联署点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在未来的两三个月之间 赶快 我们每天听说要拼五千分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然后让我们联署可以顺利达标 让国人可以一起来做一个选择 在明年八月的公投当中 一起投下 保护藻礁的一票 那今天的赤赤大会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最后我们再喊一下 正爱藻礁 正爱藻礁 联署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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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记者会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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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就收拾一下 哈哈 我给大家看看